这个是一枚我用3D打印出来的1-23MK48雨雷 价值350万美元 哈哈我说的是真家伙 尽管这个嘛在价格方面的确差距相当大 但是在某些细节的还原程度上 还是非常到位的 比方说这顶上的两个凸起来的方块了 你看在真实的MK48雨雷上 也是有这两个方块的 所以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其实它们跟鱼雷是如何从鱼雷管中发射出来 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我们本期内容就来讲讲 这个你平时可能根本就想不到的问题 当然我也想不到 只是无疑间在油管看到了 Smarter Everyday的一个视频 激发了我的强烈好奇 然后就分享给大家罢了 所以后面有满场的动画 其实都是直接引用过来的 这两个凸起来的方块 是为了配合鱼雷管顶上的导轨使用的 在鱼雷发射管的入口处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上面这个层Y形的导轨开口 它可以方便的将鱼雷导向正确的角度 始终保持头上脚下 不会转来转去的 然后随着鱼雷被推入 你会希望它正好停在准确的位置上 对不对 这个就是这两个方块的作用了 在鱼雷发射管里面 也有两个可以收放的方块 当鱼雷往前走的时候 靠近发射管出口位置的方块会放下来 而靠近入口位置的方块会收起来 好让鱼雷顺利的通过它 直到碰到后面的那个方块 于是鱼雷就不会再继续往前进了 这个时候再放下靠近入口位置的方块 就正好可以把鱼雷稳稳的卡在里面了 定位完成 其实也挺简单粗暴的 那么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 它该如何被发射出去呢 用高压水 好像也不难 但别忘了 潜艇玩的就是一个平衡游戏 在质量分布上稍微有些变化呢 就会带来影响 所以这里的关键就是 如何尽量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之间 把一大块质量的水和空气 挪来挪去的 潜艇是这么做的 首先需要将现在还是干燥状态的 鱼雷管里面充满水 这些水来自一个叫做WRT 环形间隙水畅的水箱 与此同时 鱼雷管里原本的空气呢 也是需要排出去 而且还是不能浪费的 因为空气在这可是个稀缺品 那就把它排到船舱里面吧 所以在鱼雷管的上方呢 还有另外一个打开的阀门 用来排走空气 当水已经灌满 快要溢出上面的阀门时呢 会触发传感器 同时关闭排气口和WRT水箱的阀门 于是这个时候的鱼雷啊 就完全是浮在水里面的了 不过 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 鱼雷管里面的水压 是正常的水压 而鱼雷管另一端海里面的水压 取决于你现在下潜的深度啊 肯定是比里面要更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 要是直接打开发射舱门 鱼雷会被巷里面压着 舍不出去的 是时候打开这个阀门了 平衡阀 它连通潜艇内外 可以使鱼雷发射管中的水压 与此处海水的水压保持一致 现在终于可以打开舱盖 准备发射了 其实发射用的高压水呢 是已经备好的 不过暂时被这个滑动阀给挡住了而已 于是移开它 高压水灌入鱼雷底部 再省起两个档块 鱼雷就能出击了 哎 关于鱼雷是如何击中目标的 我以前讲过 咱们这一次就不关心它了 回来看看 怎么样重新准备好 鱼雷发射管迎接它的新客人呢 首先啊 关闭舱盖嘛 将滑动阀移动到初始位置 切断与高压水舱的连接 接着啊 平衡阀也被关闭 充满水的鱼雷发射管呢 又回到了封闭状态 剩下的就是要排干其中的水了 此时啊 底部的三通阀被打开 使水流入WRT旁边的辅助水箱 为了加快排空啊 储存在这个气瓶里面的高压空气呢 被灌了进来 等到发射管里面变得干燥 里面全是高压空气的时候 连通它与船舱的阀门被再次打开 使这些空气能够流通起来 物进其用嘛 而鱼雷管呢 也已经准备就细了 好了最后呢 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问题 这条亮黄色的色弹 显然不可能只是为了装饰嘛 那么还究竟起何作用呢 留言来告诉我吧